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一起泡新闻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 连续三周是我们的cohost 哈喽 大专兄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馆长的位置是在科博馆 大楼的馆场是 还好台北有下雨吗 台中没有 今天一大早就下了 百分之百下 都下你们那去了 他们这边还看得到阳光 今天我们仍然开始要介绍5月15号 也就是三天以后 国立台湾大学永续地球尖端科学研究中心的教授 也是前卫生署署长魏国燕 他人类式的末日预言 这个大标题之下 他要讲的题目很直接了当 大灭绝 大绝灭 他是从地史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是 好像他觉得人类是这里面有一个吊诡在里面 是不是 对啊 他是环保署 环保署为国燕老师 环保署 环保署对 我觉得他当环保署长的时候会看到大的问题 面对全球暖化 面对台碳的问题 大家当时他在环保署的时候不是在讲什么搜水游的事情吗 这类的事情我就大概是这样的 大家老是看小事情 他觉得作为环保署长其实要看大的整个对国家未来影响的政策 这位老师他一直扮演的这一个整个看的环境自然跟良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他的角度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是一个地质学家 台大地质系的老师 他就从地史学的观点来说 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 人类是到底有没有问题 然后地球分成地质时间 人类把它分成四个昼 宇宙的昼 对宇宙的昼 那我们现在叫显生昼 生物是很明显的出现的 就是显然有生物 显生昼 大家可以想到还有隐生昼 但隐生昼的分成两个 一个叫太古咒 一个叫圆古咒 那比隐生昼更早的叫明古咒 明王星的 明王星 明古 你可以想象明古就是从46亿年地球形成之后开始 到41亿年结束了 从40亿到25亿是太古咒 从25亿到5亿期间万年前是圆古咒 圆就是1234亿元两元的圆 圆亨利真的圆 那这个隐生昼结束到了5.7亿年前 5.7亿年前 就是寒武器大爆发了 那时候显生昼就出现了 显生昼了 对显生昼底下就变成了古生代 中生代跟新生代 这个寒武器的大爆发 可以也约略解释一下 对过去大家认为是514100万年左右 但是我记得是李嘉卫馆厂跟国外研究学者 他们在贵州发现的东西 能够让他把514000万年再往前推到518000万年 所以现在大概写的是517000万年前 是 韩国金爆发 那个时候 好像生命的环境跟生命本身 都累积到了一定条件了以后 瞬间各种不同的生物就大量出现了 那当然 在那之前只有蓝绿藻 其实它不是藻绿藻 在25亿到517万年前 那蓝绿藻出现了 它唯一主要的贡献 就是把我们地球的大气层 改成了以氧气为主要角色之一的环境 所以有了氧气以后 大人说氧气其实是很厉害的东西 我们觉得呼吸氧气不是很正常 是个友善 不是氧气非常不友善的 你看你把银把铜把任何铁白的那个地方 过一阵子就氧化了 生锈了 对 所以当时早期的细菌 像酵母那样的细菌 碰到氧气就完蛋了 所以后来细菌跟别的立线体什么的 决定结合在一起 共同利用氧气来制造能量 是 在过去只是发酵 发酵制造的能量其实程度很低的 做不了什么事情 但用氧气制造能量以后 这个生物就能够有大活动的余地了 氧气产生能量其实相当大的 是 那到后来显生咒开始了以后 我们就说寒武基 奥陶基 支流基 泥盆基 跟石炭基 这几个是古生代 那到了二叠基的时候呢 二叠基结束于一个巨大的灾难 魏国研老师在里面就说了 这是两亿五千万年以前 据说是西伯利亚火山群大爆发 那结束了古生代 大概有百分之九 那是最严重的一次 百分之九十五的生物灭绝了 然后进入中生代以后 恐龙就出现了 是 那三叠基 猪若基 白恶基 就三个基 然后在六千五百万年以前 就灭绝了 这是中生代 又是一次大灾难 陨石撞击 然后开始了我们的新生代 那全新世事 到我们现在的全新世 但是人类要搞出一个人类式来 所以他一路的发展下来 就说人类式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强调 我们要搞人类式的结果呢 人类式可能是最短的一个 是 可是对人类的这个物种的发展来说 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他在说我们上礼拜是不是说过 人类其实才像病毒吗 到哪里就复制复制以后 接取资源 带着别的生物一个个绝种灭亡 对啊 好 那么从地史学的观点 这样一看 齿幅拉大了 那么看起来 好像有很多 很多分野啊 会显示出那些各个阶段 好像并不太平均啊 对 对不对 有些长有些短啊 你说恐龙是两亿两千 八百万年前出现的 他一直发展绵延到六千五百万年以前 才被外来的因素给毁灭掉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正是我的说 我现在发觉线上直播 以前我们展望从203年开始 搞了17年 都是现场 觉得现场不错啊 观众来了以后跟讲的有互动 现在发觉线上也不错 世界各地人都能够进来听 然后问很多问题 那我觉得更好玩是我们的助理啊 林彦廷呢 他在把他把我录的一些阿易斯坦跟霍金的简短影片放在前面 再放上discovery discovery也是支持这个计划的 discovery的影片 所以整个直播过程还很丰富 我觉得最好的是 即使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我想回头看上礼拜五 林彦廷 你还可以看得到 回去看得到 是 而且看得到前面我讲 我还有初中同学在网路上看你的这些节目 这样子 感谢感谢 是 应该是感谢你们吧 好 那么下个 就是三天之后 就是大绝灭 是吧 对 魏国燕 对 他讲话就不止科学 还有哲学跟意问深长的环境思考 他写古诗的 这样子 他古诗写的非常勤奋 我倒不知道 见面要恭维他一下 而且据我所知 他还出现在 他的少年时代还出现在朱天心的小说里面 这样子 要去看一下 越来越有趣 突然我们是只是出现在担子房里面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离开地球拍片 Tom Cruise 携手 NASA拍摄首部太空电影 他就说Tom Cruise 几岁了 你了解吗 57 57还能够再拍 他的第一个太太 Mimi Rogers 63 你看他的手把 你的八卦怎么这么厉害 你还要问谁 他第二个太太是那个谁 Nicole Kidman Nicole Kidman 米歇院也不在一块了吗 早就不在 他还有第三任 也不在一块了 演艺集换一个 我们翻成不可能的任务 今天我在查这个资料 我才发觉大陆翻的不一样 怎么说 叠终碟 对 那是Mission and Possible 我们叫做赋汤到火 是吧 没有 我们就叫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以前的影集叫做赋汤到火 OK OK 那是个影集 后来变成电影 对 这以前是那个灰白头发的Jim 那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黑头发的 发现还很后退 我们不是同一年出生吗 我们不是 但是我的记忆力稍微好一点 OK 好了 但是大乱翻叠中叠 我后来搞清楚了 它不是两个间谍的叠 第一个叠是硬叠的叠 是 因为它每次都那个硬叠 然后烧掉 所以很有意思 大家拍第六部 这应该是第七部了吧 那这个是就是在往后这两年吧 跟NASA 是NASA署长亲自说的 把Tom Cruise要送上国际太空战去 在那边真正实况背景来拍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大乘兄 我觉得看了这次要才发现 很多时候Tom Cruise做的这些特技动作是他自己做的 是 上了几里头不是扒着那个飞机在外头被吹的那个样子吗 或者最早期他直接就从那个杜拜塔往下跳 你记得吗 我记得 但是你认为那些都是真的是吧 他那个还是真的 还真的是 因为他看后来我看了一个花絮影片嘛 摄影师也在跟着跳 是 摄影师觉得我怎么这么随 你往下跳我从楼上拍就可以了嘛 结果他摄影师跟他一起跑一起跳 这一部在NASA的赞助之下拍片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可以有比较更多的内容可以理解一下 这还不知道 因为他到底要在上面做什么样的冒险 我真的觉得大乘兄 你有没有注意到 没什么 possible 全世界各地一会出现在这 一会出现在那 但是太空战这么小地方 可能一会出现在美国的 一会出现在俄国的 那也就在隔壁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样做了 但是很好 他现在能够通常还是亲身上阵的话 去看Tom Cruise 大乘兄要上去拍片不是闹着玩的 他前面至少经过半年的训练时间了 可能上太空去 又不像世界末日里面 You got only 12 days 12天要去挽救地球了 好 所以看起来我们也没内容 然后没有 不知道 不会让你知道了 现在就知道 就是破梗了 免候制免特效 反正这些NASA太空人也拍摄实景版的星际大战 好吧 我们来看 这个会有内容吗 也没有 这个有 我刚才真的是在网络上看到了 十几秒钟 你知道什么 它的升级就在太空站上对着地球 你知道太空站有个地方叫做Cupula Cupula就是像一个战车的炮塔那个样子 只不过这个炮塔突出来 四面八方都是玻璃窗 所以你想家了 因为它是朝下 朝地球的 想家就飘到那去 然后开看地球 它应该是用Cupula这个地方做背景 所以你相机拍出去 是录影机拍出去 你看不到太空梭的架构 你只看到地上的云 地球上的云 然后它从旁边 把那几个星际大战的模型飞机扔过去 从镜头中间划过去 配上星际大战的音乐 那真的有够无聊的 不过这个新闻有趣 我是以前不知道 原来5月4号是星际大战日 对对对 Star War Day 有趣的是什么 因为星际大战的经典台词 希望原力与你同在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May the force 类音不是谐音 May the force 所以咱们也长知识了 May the force 希望利与你同在 那结果May the force 就等于5月4号了 不知道咱们有五四运动 或者说他不在乎 说英文的人有大舌头 May the force 对 好 SpaceX星舰SN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原型火箭吗 对 大家说你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说过 猎鹰火箭一路往上发展 那个发展的速度真的很快 是 那其实我们为了星舰计划 开始对了这个 马斯克有意见了 不得不承认他SpaceX的速度 你记不记得我们 辅慰5号是用猎鹰9号发射上去的 是的 底下9个小引擎 那结果呢 我们猎鹰辅慰7号 是拿猎鹰重型发上去的 27个 对27个 底下3个猎鹰9号 他现在呢 要重新发展新的引擎 他这个新的引擎叫做SN4 原型机 但是这也是阶段性的 发展完以后就要走到SN5去了 他有趣的是装了三具猛型的引擎 猛型就叫Raptor 是 我们常常在恐龙里面看到Raptor 现在猛型是Raptor 那然后最近呢 他先做了那个猛型的喷火 因为他的速度有多快 今天是5月10几了 对不对 他刚刚做5月5号完成点火测试 4月30号才完成SN4 装好了以后压力测试的 是 不到一个礼拜就做点火测试了 他们速度很快 然后点火成功了 就很高兴了 然后很快就是开始从地面往上 叫做Hop 就是跳起来 往上跳一下 可能跳个几十米吧 再落下来 那等到他准备好了以后 装了三具猛型引擎 他就会跳到20公里的高度了 可是大真凶 真正要 准备要把100个人在太空里 带着飞行的话 他要用6具的猛型引擎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 那他这只是在太空里面飞行 6具Raptor引擎 是带着100个人 在太空里可以加速 可是你要离开地球的话 是 它需要31具猛型引擎 所以这个叫BFR 等一下 你刚刚说 也还是带着100个人 对对对 你要离开地球 要克服地球重力场的话 需要31具引擎 但升空升到一半 差不多了以后 一部分就丢掉了 只剩下6具 是带着这100个人 最终在太空里面 加速航行的 然后回来呢 回来就自己想办法 叫车 照说应该是带回来的 100个人 对不对 没有 不会回来 他的目的是要 每26个月 发射一个舰队 飞到火星去 他说在往后 可能二三十年吧 就会出来一个 火地球到火星的高速公路 不断的有 太空船来来去去 把人送过去以后的 他希望50年之后 就能够有 原来 原来他的idea是 50年之后 8万人在火星殖民 他现在是说 50到100年后 100万人的火星城市 不知道 大陈俊 这个真的是狂想 真是厉害 也就是说 这些人 也就是一去不回的 对于地球而言 对吧 要买单程票 不买来回票了 因为去了那边 基本就要在那地方 settle down了 是 但是包括人的体质 或者是各种方面的这种 到底能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达成那个梦想了 大陈俊 我觉得第一代的人送过去 我问你说是5万8万这些人送过去 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试验性质的 也就是演化过程的最初阶段 我们会观察这些人 在长途太空飞行 跟在低重力 低大气的火星表面生活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到第二代第三代 才慢慢能够改变那些事情 所以这第一代的人 大概都是烈士 可是第一代 甚至到第五十代 我想都 如果你按照演化的 这个路径和时程来看的话 第二代不会那么快 就马上就能够跟得上了 第三代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不是线虫跟果蝇 生命中心那么短 但是人类可以发展相应的硬体跟软体 去改变人适应环境的能力 我们现在不能 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本身去演化改变 一定是要靠别的东西了 好的 接着是 特斯拉周一股价大展 这是我们的节目吗 我还真不知道 我还看不懂 什么叫选择权 七亿美金 你看起来这个马斯克 好像在这胡闹 好像疯子一样 一会儿讲股价太高 瞬间大跌 现在又往上涨了 马斯克他是不吃薪水的 可是他的股票选择权 可以卖的 所以他如果现在要卖的话 他适应选择权的话 他就可以赚了好几亿美金的 那我也不知道 这应该跟我们的天文讯息 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要鼓励大家学习天文 你看到股价 你大概知道这个公司发展怎么样 我跟你讲个有趣的小故事 好不好 好 我们以前非常尊敬的沈君山校长 以前的最早期的四公子之一 沈校长是又英俊又帅气的 他当时在中美断交之前 他跟那个美国驻台的大使 下围棋 是克里斯多福吗 好 不知道 不是 那是特使 特使 马康卫 马康卫 好像是马康卫吧 他喜欢下围棋 喜欢找沈君山 沈校长是那国际级的围棋棋手 那沈教长就想问他说 那我下营你 我能不能问你问题 那这个大使也很聪明 说只能问私人问题 不能问公务的问题 结果下了 果然是沈校长赢了 沈校长说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在台湾生火 我手边有20万美金 我该存定期还是存火期 他问的还是 我真的很佩服沈校长 很厉害 很聪明的 大使回答 一半定期一半火期 这也坏 难怪他能够跟沈君山下围棋 对 很有意思 沈校长我先见过 因为我们第一次 96年两岸天空学家名词的会议 就在黄山之巅举行 沈校长那时候年纪也大了 但是他一边打瞌睡 边还能够迎别人围棋 晚上都是大陆那些围棋名手 闻名而来 都要找他下棋 他是越来越厉害 因为他早期学围棋 因为他早期学围棋还是跟着金庸的 金庸曾经 曾经说过 说 这个沈君山的围棋 跟杨过 可以做比例 怎么说呢 就是 有点像金庸自比为全真妻子 是杨过早期的师父 可是杨过功夫大了以后 变成大侠以后 全真妻子已经不在眼内 但是他也因此而希望沈君山 保有对于老师傅的一点点尊敬 这是蛮有趣的一个 对对对 好 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村管长 你好 大学兄 这个维珍航空 航空业在老实说 在这新冠肺炎冲击之下 是苦苦挣扎 是吧 对 他是全球670万从业人员都很悲惨 但是英国的维珍航空 一方面在节省开支 缩小他的营运 甚至计划裁员是吧 对准备要出售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的旅游事业还有进展 就是天文学方面的 太空的 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 他又跟NASA合作了 来推动超音速飞行 是 他这个超音速飞行并不是让你去月球或者火星 而是在地球表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大幅缩减他的航程 对对对对 就是你发射的距离 离地面距离够高的以后 你不是基本不在大气层里面走 在外面走以后到那边再下来 是 大臣兄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洲际飞弹 对 把人当飞弹射出去 对对对 很快 大臣可是你知道这跟以前讲的什么东西很像 邪和号科技 邪和号也是飞的比较高 但是他没有飞亚洲 他只在欧洲的四个城市 纽约伦敦巴黎罗马那样飞 就是大西洋两岸 对有一回我在罗马看到邪和号降落真的很漂亮 后略式的三角翼像一只大鸟一样 他头是往下弯的 但是后来出了一次事就就没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这个Brandson竟然跟NASA合作 开发这个太空的事业 反而看起来更有希望 他大概是一样飞机有多少 可以在多少客人以及 他怎么算他的成本呢 他细节倒没有说 可是他以前讲的Virgin Galactic 也是要把人家送到次太空去 亚太空 没有进到地球轨道飞上去以后 就让你看到黑色的外面的天空 然后又重新再调回到地球大气里面来 他在做这个事情 但现在跟NASA合作以后 发觉你光把人丢上去 空中翻轨一下就下来了 没有意思 你实际上有用的 有实际价值的 应该是譬如说纽约伦敦巴黎这样走 或者到亚洲 或者直飞澳洲 你一开始飞高一点 不像我们一般讲的33000尺到39000尺 那也不过十几公里 那如果你像十几公里 对火星来讲是太简单的事情 那你发射到高一点的地方 大气层迅速的变少 大气层越离地面是越厚的 变少了以后 你在那边飞 就也节省燃料 因为它少了摩擦力 然后到了点以后再下来 NASA很希望他们这样子发展 那这个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航线 也都还没有提到 还不知道 我觉得很重要的 应该不是短程了吧 台北到台中 台中到花莲这样子 花莲到蓝宇啊什么的 他是说可能从伦敦到澳洲布里斯本 不过维珍银河宣布 他的他有亏损 对所以他们要把维珍航空说卖掉 Rich Branson 我都觉得这些有钱人 看起来是有钱 但他进出的银子太大了 那有时候还是需要周转的 那五月底以前 希望把维珍航空卖掉 但是看起来好像 这样没有办法 但是政府如果能纾困 他们就不会倒 他星期二上个礼拜吧 5月5号嘛 消息传来是这样的 是亏损了六七千万美金 第一季亏损了六七千万美金 股价周二收盘 小跌了百分之零点四 我们今天怎么都在谈股价 我觉得那是有比较有内容 白老师说 我有趣的是 大师兄你说人家的有钱就是有钱 Rich Branson说 如果没有政府纾困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 要把维珍航空卖掉了 但是呢 我可以跟民间找纾困金 民间要跟民间银行带书困金 要担保对不对 他有小岛 对 加勒比还有度假小岛 小岛 我那不是搞什么 你自己有小岛 你还要把公司卖了 他不会让他自己的小岛受到损失 所谓的用小岛来做担保 这也就是要钱的一个手段而已 大师兄说 所以川普也有很多大楼 但你相信我 他绝对不会动那些大楼的 而且领纾困金 那些大楼跑第一个 真的 而且他有那么多大楼 他还是不交税 最新NASA的卫星数据 格陵兰和南极 16年来 每年要差不多流失 将近三千两百亿的盾的冰 三千两百亿盾 对 也就是三千两百亿度的水 对 我们的一度水是 台湾的一度水是一立方公尺 对 就是一盾 就是一盾的水 这个听起来不太像是新消息了 大家好像也慢慢疲乏了五感了 但是他现在每年流失的速度 比以前要快得多 我一方面好像也能够确诊了 就是你检验次数多了 那你的病例就变高了 现在绕的地球的卫星上面 有镭射测距仪 对地球边打镭射边绕 以前是用在火星 对火星的冬天下雪 它的高低变化很清楚 现在回到地球上 整个地球的海平面的变化 也变得很清楚 所以就很清楚的知道 从2003年起到现在167年之间了 两地的荣兵 北极南极的 全球已经上升了1.4 14公分了 14公分 1.4公分 对不起 那个差别还真的是很大 所以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说在1900年的时候 跟1990 它的差是十几公分 我都觉得看了实在是很可怕 那又由于冰川冰盖 冰融化 是 那你说冰融化进到了 如果它从南极洲表面下去的话 水面会升高的 那如果说它是已经泡在水里面的冰棚 冰盖的话 冰山的话 它融化不会有影响 因为它已经进到水里面去了 但是不是只有融化 它还有温度升高以后海水膨胀 海水会膨 它会变大的 所以说在过去20年里面 2.30年 1990年 整体海面上升了 我们大概有90个公里 那个90公里就比较不得了了 90也是公分吗 9公分吗 对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 它上升了更大的量是 从1900年开始 上升了200公里 所以持续在高温的影响 所以看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大家好像 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2020年 也是它的第一季 也就是今年的第一季 也是好像有测量史上的第一热度 最热的 第二 第二 我们是第二的 跟那个前面 2019 2018 2019 稍微低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这已经是连续多少年 都是热的 如果说今年的1月到3月 这种热的方式维系下去的话 那今年全年又会创造历史性的温度了 这个 我想知道一下 这个海面上升的趋势 跟这个温度也是有关系的 对 相关的数据 对 温度 它是第一个是融化 目前你在地表有的冰 而且不是只有那些南北级的冰 全世界各地的冰川都在融化 十几年以前我们去西藏的时候 从拉萨开车到阿里 到日克泽附近就会经过卡洛拉冰川 那个时候冰川就已经在斜坡底下 离道路很近了 冰川最高点是7000米 那我们车开到2000米的地方 5000米的地方 5000米的地方 车停下来 冰川就在前面几十米的地方 是 那后来最近这两年 再经过那个地方看 你只剩下山头有雪了 那冰川退的速度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那这个 所以我们不光是看北极南极了 光是在地表上比较高处的地方 比较寒冷的地方 冰川的后退也是惊人的 我们最近又有一个消息 发现迄今为止距离地球最近的黑洞 这个可以介绍一下 是啊 原来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恒星级的黑洞 大概在3000光年 最近在1000光年地方找到一个 光也要走1000年 但是这个找得很有意思 它黑洞 它并不是在吞吃什么东西 让周遭产生了袭击 反而放出X-ray来 它只是在那边看到两颗星 傻傻地绕着中间空无一物的地方转 所以你从科普的定律一算 就知道中间有一个 大概四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因为你看不到中间 如果是四倍太阳质量的东西 在那个地方 它是正常恒星 绝对会是很亮的 因为旁边这两颗星夹在一块 因为太远了 1000光年嘛 这两颗星 它的光度是合在一起的 旁边这两个星的体量是什么 比较差不多 跟我们太阳差不多的 合在一起 我们在地球上 大追求不用望远镜 肉眼都看得到 因为它的星等是5.4 是 5.3到5.4之间 那希腊人告诉我们 六等星以内我们都看得到 六等是最暗的 是 那在南半球 如果你找到显为静坐 有一个星座叫显为静坐 对 我们讲全天有88个星座 但只有一部分是早年希腊定出来的 什么天鹰座 天秦座 天鹅座这些的 北斗骑行 搬那个什么大雄小雄的 但是后面的人呢 陆陆续续加进去 所以才会有网骨 就是那个网骨 不是猝骨 不是无耻那个网骨 打鱼的网子 那另外还有什么船底座 船帆座 显为静坐 苍蝇座 竟然还有苍蝇座 苍蝇座 这些都是后代的人慢慢加上去 弄到现在有88个星座了 那显为静坐的方向 如果你知道它在哪儿的话 5.3等 5.4等 你肉眼理论上没有光害 可以看得到 如果一根小望眼镜 就很清楚了 但是你很难想象 你看到一颗星 它正在环绕一个黑洞 问题是我们也看不到那个黑洞 看不到 但你不要靠太近 大真兄 我们银河里面 大概有几百万个这样的黑洞 以后你搭三公传出去 给它要小心点 吞吃所有的东西 对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孙卫星谈天 国际自然科学博物馆 孙关长在我们的线上 大真兄 有一个名词 不懂 等离子体推进器 是吧 什么叫等 等就是相等于 相等的离子体 推进器 每个字都认得 每个字都认得 对 它就是电浆 台湾把它叫做电浆 大陆上翻成等离子体 电浆是什么 plasma 对plasma 就是这个意思 但实际上 它应该是说物质 你想办法把它扯成正极 跟正电跟负电的物质分开了 这叫等离子 因为它从中性物质 分裂成这个样子 在宇宙空间太空里面 很多地方有这样等离子体 有点拗口 不像电浆讲那么顺 是 但是电浆本人 没有办法直观的 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性质 那类似的命名 就是我们把UFO 就叫做U服了 看起来好像是飞碟一样 UFO其实是个中性的字眼 是 但它这个有趣的是 但是我们不是讲说 用火箭发射产生的燃料废弃 其实对环境有很大的污染 是的 那后来我们就 科学家说开始搞了这些 离子推进器 我知道以前我们说过这个事 是不是离子推进 是的 很久以前 那个惰性气体 那个叫仙是不是 亥乃亚克仙东的仙 以前我不是念山吗 我也记得是念山 对了 现在都念越来越 那个气体下一个山这 那这个惰性气体带上去了 它不会有其他作用 但是你在太空船里面 给它能量以后把它电离了 那这仙气就变成正离子跟负离子 那你在这个电离的箱子里面 靠近尾巴那边 你放个电极 譬如说 它是负极 那另外一头的放个正极 所以你仙气一被电离了以后 那带正电的那一部分 就冲向那个负极 那负极中央开个洞 那傻傻冲过去 就从洞里跑出去 从尾巴出去了 那牛顿定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反作用 那只要尾巴的东西喷出去就好了 那你当然你往正面这边打的 也要想办法处理掉 不要到时候和平在一起 合力为零就没有意思了 等一下 在真空中可以这样做 真空可以这样做 对 但是很大的问题是 这个离子推进利益良善 很有趣 可是实用价值不高 怎么说 因为你把它电离了以后 这些离子很容易又撞到了空气 一撞到空气能量就损失了 还不是在真空中 后来想办法搞真空的 但是你说一开始 它再怎么真空还是有些空气 而且喷出去的那些离子 因为质量很小 你即使用牛顿定去算 它能够对这个巨大质量的太空船 产生反向的推进的效果是很差的 是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科学家 用了一种方法就不要先弃了 不用成仙的仙气了 用空气跟电力产生微波 是不是就是武汉大学 对 这武汉大学很厉害 它什么都有 武汉其实蛮厉害的一个高科技集合的地方 对 它这是经过导播馆 我们导播馆常常用在无线电天线 后面有Waveguide 把那个微波导进来 或者无线电波导进来 那个导播馆有地方宽 有些地方窄 所以你可以控制那导播馆进来的速率 但是有趣的是导播馆最窄的地方 它从上往下穿一个垂直的石鹰管 空气从石鹰管压缩进来 空气会进到导播馆中央去 那你用微波在那边传递呢 就会把空气经过强电离场 电离以后产生低温 这温度还很低 低温的电浆 那经过导播馆放大了以后 被强大的微波撞击 也就是石鹰管入口的时候 它空气被电离了 进到了导播馆中央垂直将交码 那定过的那个地方呢 旁边打来的就是微波 导播馆带了微波从旁边打过来 那你上面下来以后是等离子体 那经过微波撞击了以后加速 那这些等离子体的温度跟压力 瞬间增加 它能够把等离子体瞬间加速到 1000度C以上 我还是听不懂 我这样讲吧 你要让我懂了就行了 它产生的推力 跟现代涡轮发电机差不多 空中巴士的电动飞行 它为什么要有一个 中间这个 你说有一个垂直穿过的石鹰管 发生了作用 在导播馆最窄的地方 对不对 对 因为它导播馆最窄 就等于是它把 达进导播馆的微波 集合到最窄的地方去 能量集中在那一点上面 那你从垂直把空气放下来 那空气下到那边以后 那再经过石鹰管上面 就让空气先电离了 所以空气下来以后 你是一堆等离子体 打到了导播馆里面 刚好被微波撞上 用微波去加速这些 已经电离的等离子体 它到底能产生 你说能产生1000度摄氏度的 对 它的能量交换 瞬间能让它的温度 上升到1000度C 当然很小 它的很小的范围之内 但是你多装几个就行了 那你的石鹰管能耐得了这个温度吗 就是目的 就是为了耐温度 所以石鹰管二氧化系 能够做了以后 变得比较结实 但它说 现在测量出来的 是能够推力的效率 就你提供给它1000瓦的能量 它能产生28牛顿 那这是多少 空中巴士的电动飞机的推力 是1000瓦25牛顿 所以它这个推进器 能够达到 开始达到空中巴士的 电动飞机的引擎的效率了 是 跟喷射机差不多了 对吧 所以它当然 这个东西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不见得是用在太空船里面 它第一个应用目的是电动飞机 那就是我们讲 电动摩托车 电动汽车 电动飞机都出来了 也就是说 长途旅行 像曾经有一个人叫做高尔的 他就是备受责难 因为他一天到晚说 征服二度C inconvenient truth 可是他自己坐飞机 全球跑来跑去 对 现在如果有这样的飞机让他坐 他还可以推行他的 征服二度C 电动飞机 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个好处了 引擎不会那么吵就是了 那也是一个污染嘛 是吧 对 好了 现在看看还有一个污染的问题 日本自卫队是不是 日本现在也追随 日本很多地方追随美国的脚步 前一阵子美国川普不是搞了一个什么太空军吗 日本现在也出现宇宙防卫队 大军说你看到日本人 然后又看到宇宙防卫队 你会想什么 我直接就从他的漫画和动画里面就出来了 对 是不是 那个咸淡超人 你讲的咸淡超人 我讲的是那个 德拉雅加大雄 太空庄 你比较幼稚一点 对 讲一讲日本自卫队 宇宙作战队 他是宇宙部队 他要强化他的太空防卫能力 其实看起来也是强化他的太空攻击能力 对 他不是太空空击了 他名字叫太空作战队 大水兄 我觉得这真的是搞笑的漫画 其实他应该是太空监测网 太空监测网 他只是在监测人造卫星跟太空热色 他只是因为自卫队史上第一个太空领域专门部队 你认为日本人有那么功德心吗 你不相信是吧 不是太相信 不过就20个人了 20人也不过就是个加强牌的力量 所以他们就是一群科学家 可以这样说 设置在东京的某一个基地里面 用卫星来监视 监视什么呢 监视敌人的 很近的敌人的太空卫星的动向 然后把讯息传给大洋另外一边的敌人的敌人 这是自己人 是吧 对对对有道理 好我们还有三个题目 是不是 对对对 还有两个题目 两个题目 下一个题目是我看看 下一个题目是什么呢 研究星际游客 要超前部署 这什么事都叫超前部署 但我们上次不第一个讲了 Oumuamua那个 对 Oumuamua 然后后来 第一个是星际物体 从别的太阳系来的 那现在的第二个也出现了 2019年8月份 观察到的彗星叫做Borisov Borisov这个彗星呢 也是从外星来的 但因为它看起来长得就像彗星 所以大家不会太惊讶 Borisov听起来像是斯拉夫语和俄语 对对对 应该是东欧跟俄国那边的科学家发现了 Borisov 是一个彗星 彗星是一个彗星 也现在只有彗星能够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 但是重点是这样 你已经知道这些外星天体 在太阳系里跑来跑去还不少 第一个Oumuamua发现以后 科学家的计算就告诉我们 从地球到海王星这个范围之内 大概还有6000个外星天体 在那边嫖移呢 所以它现在想法是说 能够距离于境外 把这些小小的太阳帆的哨兵舰队 发射到太阳系比较远的地方去 然后只要有外星要从远方进到太阳系 它马上就知道 然后你可以再发射太空船 去拦截或者去接触它 现在还有哪一些国家 或者哪一个国家 有能力去发射 拦截天体的 大概不行 因为你可以想象大尊重 不行 我们还有三秒钟 不行了 不行了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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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